想像一棟图书馆 在这棟图书馆旁 有沉沉的吸水围绕 你可以坐在户外 一边看书 一边享受临间微风的吹拂 或者你也可以在屋内搜寻 像是在知识的森林里寻宝 一台起头 窗外树影摇曳 静静地陪伴你 度过美好的阅读时光 这样的图书馆 不是在梦中 它就坐落在台北市的 斐头公园里 在一个百年的老公园里面 所以这个建筑物 就应该要跟环境结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绿建筑 就是一个环境的设计 这座隐身在树林间的图书馆 由原木与钢古构成 仿佛一座林间树屋 它是台湾第一座 获得绿建筑九项指标 候选证书的图书馆 并在2007年 得到台湾建筑奖的首奖 它的设计概念 传承自老北投的建筑之美 北投的温泉文化 还有北投以前日记时代 这种住屋的形式 所以让我们觉得 比如说对面 最漂亮的是对面的 温泉博物馆 它是一个很老的 它各种尺度都是很漂亮的 那它就有很多的回廊 这回廊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北投的环境 温泉的这种味道 所以回廊是让 就是说大家可以从里面 延伸到外面 让这个整个室内跟室外的环境 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想我们的设计 多多少少就是跟一些现有的 这些古老的这些元素 能够融合在我们的设计里面 北投图书馆利用阳台深遮阳 以及垂直的木格栅 让太阳的热能 不会直接进入室内 达到节能的目的 另外倾斜的屋顶 也有生态的考量 建筑师希望利用斜屋顶的设计 让公园里除了人以外的 动物 植物 昆虫 都可以沿着屋顶的斜坡上来 如果说有一天 有一只松鼠好了 它沿着这个斜坡上来 上来到我们的屋顶 然后它可以从另外一边 等一下我们好像正面看 它从另外一边可以下去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路径 走上屋顶 一边是16000瓦的 太阳能发电设备 它的发电量相当于全管夏天 正午时用电量的20% 另一边是生态草皮 除了可以隔热之外 斜坡草皮的设计 可以含氧水分 让雨水自然排到回收槽 再利用回收水浇灌食灾 以及冲水马桶 走进室内 利用高低窗产生的福利通风 再配合气体交换机 可以让夏天室内温度降低约4度 整室板上标示着目前太阳能板的发电量 还有室内的温度 二氧化碳含量 甚至是有害气体甲醛 也有长期的监测 当初做室内的时候 尽量利用 比如说盆 那个油漆都是低甲醛的 甚至不含甲醛的 或那个盒板 像那个甲板也是都是低甲醛的 所以有这样 但是我们不知道 到底这个素质是多少 多少影响人的健康 所以这些甲醛的监测 跟VOC 它是一剂观察语食 这座生态 节能又健康的图书馆 在假日总是吸引许多人造访 有这么舒适的读书环境 难怪很多北投人要说 我不在图书馆 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